外面看到龙骨飞羊走了上去 中间位置就是枝竹常乐顶着他 后面的第四位有标志五支 埋便第五黑山跟斗云 后面的四只直线力山多巴先生 尾位置外面是象王 暂时电流仍然是当年情 去到对面直路尾 转香港体育学院湾 发财先锋还是占先少少的 枝竹常乐第二位 第三位外面就龙骨飞羊 埋便第四根斗云 中间蓝骨第五 还有这只标志五支 后面四只 橙帽直线力山 尾三灰马是多巴先生 后面两只分别是象王和当年情 好 转弯入直路 发财先锋还是占先的 枝竹常乐就开始迫近一点 再看到最出是直线力山上筋 马林中间找到有标志五支 里面博位还有跟斗云 还有多巴先生 最后三把枝竹常乐是占先的 埋便是发财先锋 再看到外面直线力山追上来 中间位置是筋斗云 最后二百米左右 外面直线力山 吐着了 埋便是枝竹常乐 中间位置是筋斗云 里面还没有散开发财先锋 接近中间直线力山 赢出这场赛事 跑第二名是枝竹常乐 第三名外面被人压住了 黑衣服的筋斗云 内乱还有发财先锋 结果这场赛事 中银香港马会杯的得主 在直线力山 外面就盖上来赢 第二中间枝竹上乐 是不是摘位不够呢 黑衣服的筋斗云